一位歌劇院裡, 最佳的位置當然是包廂 因為代表觀眾的身分和地位 但是在賽事裡, 我也聽到馬仔說坐包廂 難道是代表馬匹的身分象徵? 其實坐包廂的意思是指跑的馬 它的外側和前方都有其他馬遮擋著一起跑 如果在賽事的早段時間坐包廂 有可能會為馬匹充線提供有利先機 不過如果進入直路至坐 那馬匹就可能很難找到機會望空衝刺 到時這個包廂真的有人請你坐 你也不要坐 騎師和外區的長期操練加上合作無間 目的是爭取奪標機會 冠軍買這個身分象徵 誰都比坐包廂更加吸引